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四百一十四回 马车驶出青岸郡城 徐凤年舒服的躺在车厢内 翘着二郎腿打着宝格 裴南伟一旁击笑 这个声名郎籍的黄浦平 不正是你所说的没底线之人 你可也用的舒服舒心呢 徐凤年文言一笑 你怎么知道他没底线呢 黄浦平甚至是楚路山 其实都没外界想的那么简单 他们跟好人自然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不过要说没底线 要我来说呀 比起那些一边鸾铜侠迹 一边口口声声 忧国忧民的清淡名士 要有底线多了 太把自己当人的呀 很容易不把别人当人 瞧着不把自己当人的呢 反而更能留下一点赤子之心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武当山和龙虎山同是道教祖庭 天师府的皇子贵人满身仙气高不可攀 不是达官显贵呀 那都走不进那扇门 武当山上辈分最高的老道人没什么仙气 倒是能够跟百姓相克老家常 你说谁更有人情味一些呀 黄浦平给我当走狗 我这个世子殿下也好 他黄浦平自己也罢 都不会否认 可黄浦平肚子里的辛酸苦辣 真要让这幽州将军倒苦水 你都不忍心听 裴南伟平的脑 我也不想听 徐凤年唏嘘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也就只有无故翻书的清风 知晓了 裴南伟愣了愣 看不出来你也会伤春悲秋 徐凤年一翻白眼 我好歹是一年做出家师百篇的才子 好不好啊 裴南伟斜眼拆台道 买诗超诗也算 徐凤年一笑 如果不是我重金买下这些北梁寒室的诗篇 你以为他们有足够盘缠去千里之外的京城赶考 裴南伟反问 可曾有一人说你的好话 念你的恩情 徐凤年撇了撇嘴 有点罕见的尴尬 大概是说了我没听着而已 裴南伟冷笑道 再者 北梁贫瘠 世子更是凋零 结果都被你双手奉送给了朝廷 你这个世子殿下 真是好大的度量 徐凤年摸了摸呀 能尝起了两大青花碗精米饭的肚子 他自嘲道 度量是不小 不过好人有好报 当下不就有近千外乡世子来北梁扎根了吗 话说这幽州青岸郡再往北呀 便是那边境燕之郡 之所以被称为燕之郡 在于北郡的婆娘啊 出了名的郡家 哪怕在中原地带也久闻其名 江南道一些富贵老翁 都以那立房正直妙龄的燕之郡女子为荣 许多有姿色又不甘受苦的燕之郡女子呢 大多喜欢离开宾关 前往富饶的中原 一去不复还 即便其中 有许多可怜女子沦落封尘 也绝不回头 北利洋朝廷嘲笑为 墙里开花 墙外乡 燕之郡又有一座同名的燕之县 更是盛产水粒美女 能够娶个燕之县的婆姨回家热炕头啊 那真是男人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有州官员若是没以防燕之女子当侍妾 或者是通房丫鬟 那都没脸面出门啊 跟同僚打招呼 裴南维可能是厌烦套了那累赘的围帽 在黄昏中进入燕之郡客栈过夜时 舍弃了围帽 被有幸认清他容颜的男女 都惊为天人 今天呢 是降服元年的元宵佳节 元宵是大节日 官民同乐 一同出门赏灯 这幽州境内 显然呢 有与个粮仓的灵州大不相同 这街上灯是热闹归热闹 却瞧不出几分辉煌气势 男女一事也以简约居多 不如灵州那般的喜好好说 幽州既不是徐家所在的灵州 也不是相对安稳舒适的灵州 一直被幽州官员自嘲为后娘养的 有点出息和门路的呀 都削尖了脑袋 往灵州那边搜刮游水 当然不会忘记 捎带上一两位 重金购得的 胭脂俊献的女子 作为陌生官场 进阶的敲门砖 送银子多俗气啊 万一送了少了 那还遭白眼 送女子才既雅气又实惠 徐凤年和裴南伟 并肩而行 有点郎才女貌的味道 这夜幕中 只能借着灯回应照 稍远一些 便看不真切裴南伟的滋容 这才没引起太大的轰动 只是一些个呀 见过他脸庞身段的 就都啊 再不肯远去 那不是自己碗里的 凑近了多桥上 几眼别人碗里的 也能将就着解解馋呢 几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地痞 胆子不小 想要趁着人头攒动啊 过来开游 被徐凤年一脚踹出去老远 这帮人呢 都是些个四厘内忍的肖小 敢怒不敢言 而且理亏在先的 之后啊 就收敛许多 本来是要装模作样 喊人来围殴那公子哥 只是没谁乐意少看其眼 那壁画上 愚美飞天一般的妇人 也就幸幸然作罢了 加上游州境内寻常的斗殴啊 官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你要是 敢敢在这元宵登市上闹市 肯定被寻称假释抓起来 剥掉好几层皮啊 在徐凤年跟裴南伟的身前呢 走着三名世子 听口音是傅良的中原世子 十有八九啊 是听闻烟尺郡美女如云 满大街唾手可得的良人美眷 这三位世子呢 也就跑过来碰碰运气 北梁女子风气豪放 他们保不齐啊 就有一场露水姻缘了 三位年轻世子啊 早就看见身后那少妇年岁的绝美女子 碍于礼数和自尽身份 没好意思大善 只得放慢脚步 故意大放厥词 嗓门其大 像是在那比 谁更欲不惊人死不休 有说跟灵州某位官老爷是亲戚 很快就要进入郡城官衙担任官员 有说一直都是黎阳王朝心怀叵测 在看北梁的热闹 如今西楚复国在即 北梁终于可以啊 端板凳子刻瓜子 坐下来瞧一瞧朝廷的笑话 也有说 自幼便向往边塞的金戈铁马 自古啊 乌有书生因文质而封侯万户 这才放弃了触手可及的功名 要来这贫苦之地啊 从军入伍 徐凤年听到一位书生提到那刀刀不休西楚复国的胜负手 他笑了笑 快步子上前 他主动问道 这位公子啊 你怎知西楚复国注定会在半年之内惨淡收场啊 那却有几分清雅气质的书生 没有答复徐凤年 牛头不对马嘴 撇向裴南伟自我介绍道 下次次江南道 焕沙郡范四子弟 徐凤年也就顺水推舟 故作惊讶 焕沙郡范氏 那可是旧北汉南边最著名的郡王大族啊 不称想范公子家是如此显赫呀 整个北梁也挑不出几家啊 必然是咱们北梁的那些太守大人 也要当成座上宾 荣幸 见到范公子 真是荣幸啊 另一名世子也赶紧自报家门 是冬月道上的石藻周氏 剩下一名读书人呢 大概是出身平平的缘故 愤懑无言 其实幻沙范氏 跟石藻的周氏 在春秋期间枝叶繁茂 也不是什么门槛高不可攀的一等门法 只要在当地啊 姓范姓周 多半都能攀上亲戚 没谁会真的当回事 这两位显然呢 也是来到眼界不宽的北梁扯大旗 以便烂于充数 在这个富贵人家奴仆 都能眼见到凭借一根腰带 看穿家底是否深厚的年代 这样拙劣伎俩实在是不值一提 他们显然小觑了北梁官员的道啊 北梁是穷 可穷的都是那些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老百姓 当官的那可真不穷 这徐凤年呢 本来还想套话找乐子 没想到裴南伟的言语 才算毋庸置疑的石破天惊 你们姓甚名谁 关老娘屁事 老娘只喜欢两百斤以上的健壮汉子 你们仨都滚一边去 三名读书人如遭雷批 然后屁都不敢放一个 灰溜溜的走了 徐凤年朝裴南伟伸出大拇指 他呢捋了捋病脚的青丝 转头时翘了翘嘴角 一脸老娘不出手 则已出手必无敌的稀恨表情 徐凤年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嘖嘖赞叹 哎呦 北梁真是快风水宝地啊 裴姐姐也染上豪迈气概了 裴南伟横眉冷队 一脚踹在徐凤年鞋背上 往死里边碾了碾 徐凤年吃软不吹硬 更不吃疼 他自言自语难难倒 才半年呢 曹长青和孙希冀 两大西楚移民联手 不至于如此不计时啊 裴南伟冷淡倒 会死很多人呢 徐凤年眼神冰冷 他缓缓地说 是啊 是会死很多人 可你也要知道 西楚有那么多剃发陶缠的 不惜自闭于地窖 顿入山林 做野老的 失心疯了 大半夜呀 敲耕寻城叫嚷着 都是鬼都是鬼啊 都是生不如死 这群念念不忘西楚王朝的孤魂野鬼啊 恨不得脱家带口一起死得壮烈些 这样 愚重的移民 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了 裴南伟恨恨道 他们想要死得其所 没谁拦着 但是别连累 只想过安稳日子 睡安稳觉的无辜百姓 徐凤年一笑 以前呢 总觉得你死气沉沉 像是那种啊 出没于深山古寺里 披着人皮的女鬼 今天才知道 你还能说上几句人话 要不你留在燕之郡 说不定以后 你就彻底成为一个大活人了 什么时候啊 怀念听朝湖边的鲁尾荡了 再回去看看就是啊 裴南伟毫不犹豫到 好 徐凤年有了一瞬的诗神 这个出口轻巧的字眼 他似乎也曾对别人说过 只是徐凤年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他点头微笑 那我就只能显卑一下 世子神问了 跟燕之郡太守大人打声招呼 给你置办一座 不会被人打搅的私宅 徐凤年问路问到了太守府邸 不巧啊 郡守大人也带着一帮子家眷呢 跟老百姓种了乐趣了 练就一双火眼金金的门房 见他气韵不俗 就让他在偏门小房那坐着 等了足足两个时辰 连那门房都有些佩服这年轻人的耐性 期间多次的阴亲寒暄 温暖端插送水 这自然是徐凤年借了烟制谱上 陪美人的光了 郡守红山东 称性而归时揉了揉眼睛 他这辈子还没踏足过北梁王府 没认出这位公子哥 但认出了那名只能站着的护从 大将军的贴身侍卫 徐衍兵啊 有一年大将军巡视边关 途经烟制郡城 红山东有幸见过一面 此人竟是有资格跟大将军一同坐着饮食喝酒 所以记忆尤为鲜明深刻 徐衍兵都需要站着 那么坐着喝茶的年轻人是谁啊 他红山东又不是缺心眼的傻子 顿时就脸神佛秀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拜见了这位历临寒舍的世子殿下 一大堆拥挤在小屋门外的 红家子孙都瞪了眼睛 年龄稍大的知晓了人情事故 有些畏惧 年龄小的 干净的眼神里则充满了同真同趣的好奇 别看这一郡父母官的太守府 底门槛不算低 可府上迄今为止 接见官员中官帽子最大的 也不过是上任的幽州将军 那世子殿下是个多大的官啊 等这个年轻人将来穿上正皇腕袍 当上北梁王 全黎阳就都知道了 在书香浓郁的书房密谈 这红山东从头到尾都没胆子去瞧上一眼 配难尾 知道这位没什么明确名分的女子会在燕之郡住下后 也是有惊没有戏 他红山东啊 倒是不介意把他当成一尊女婆子供奉起来 这是他应该做的 未必是什么功绩 可自古红颜祸水 万一出了丁点纰漏 那他原本还算是一番风顺的仕途 可不就走到头了吗 只是世子殿下开了金口 那他红山东 也只能算是咬碎牙齿 也得挤出笑脸硬承下来 当夜太守大人就折腾出来啊 一栋有山有水的雅致宅子 徐凤年顺便让死士淫暗中跟胭着郡蝶子大声招呼 死士淫本就是个极为深重的大蝶子 对此类勾当熟门熟路 自可办的是滴水不漏 然后徐凤年 弃了那辆一十多余的马车 跟徐衍兵两季连夜出城 赶赴并不陌生的盗马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东海武帝城 一直口口相传 有三怪 一怪是城中永远外乡人士多过本地居民 二怪是那面插满兵器的内城墙 最后当然是怪在有了一个活了百来年的天下第二 对黎阳江湖而言 没有来过武帝城 就等于江湖人没混过江湖 第一怪其实不奇怪 每年都有几位小二品的宗师 甚至一品高手 尝试登城 袭击着一举成名 例如当年建九皇灯楼 就引来了曹长青之流的顶尖高手从旁观战 如此一来 就给武帝城吸引了大量来此猎奇的英雄豪杰 第二怪就更加合情合理 若是登楼失败 就得留下趁手兵器插在城墙上 王老怪以举世无比的姿态雄距武帝城一甲子 在头十年中 往往一天就要迎接三四场挑战 久而久之 那面墙也就挤满了神兵重器 其中就有当年冬月建池宗主宋念卿的一份贡献 唯独这第三怪 那为何王先知明明是世间第一人 仍是自称天下第二 始终无人知晓内幕 武帝城内有众多的兵器铺 典当行和教务场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 来武帝城不靠着打架出名 还能做什么呀 当时许多功成名就的豪侠都是年轻时候那么一架一架打出类的 只是最近城内的教务场都寂静下来 尾时是前几天那场吊诡至极的入城一箭太过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去年北莽岳祖带袍定立了五平十人榜 剑客中仅有桃花剑神邓太阿得以登榜 可他传闻呢 已是出海访先鸟无音信 但是却有一箭长久悬停无地城外 等到满城江湖人呢都失去耐心的时候 这一箭冲于动了 还是那个砸内柄剑朝剑丢至石子的志同率先发现 等孩子兴冲冲跑回家呀 跟开药铺的老爹说完消息 老爹翻了个白眼 没有理会 只当是错过了热闹 不说什么陆地神仙的御剑 便是吴家剑种的飞剑术 那柄剑估计也早就略至五地城的阁楼外了 但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啊 那一箭入城不假 却极为缓慢 慢到这柄剑飞了一个时辰 才从外城越过城头 在这柄剑有所动静的瞬间 阁楼中就有一名成名已久的剑客 略红般坠至城头 正是王先知的伺徒弟楼荒 四十六岁 配剑菩萨满 这楼荒可谓是惊艳裁决的剑术天才 走了一条气道求术的歪路 那就像是一个人呢 瘸腿走路 但是楼荒一条腿行走 就已经在江湖上一记绝尘了 王先知曾经有意在剑池宋念卿 二度登楼时让楼荒去首歌 只可惜宋念卿暴毙 但是楼荒的剑术造诣可想而知 楼荒盘腿而坐 横剑在西 静等了足足了一个时辰 当那柄剑已归宿来到城头 楼荒才弹窍出剑 以剑尖底一剑尖 虽然那柄入城之剑来势 急不成气候 但楼荒的菩萨蛮 依然是不能撼动其丝毫 随后这楼荒起身 遇见菩萨蛮 身形跟随出窍剑一同步步后撤 三个时辰之后 楼荒浩劫气机 手筋寸断 仍是没能让那柄 无名常见 有丝毫停顿颤抖 之后三个时辰 是城主三徒的林鸭 接过了挡箭之足 林鸭三十二岁 亦是胭脂瓶伤的大美人 身材高大 不输北地男子 身段雄旗 偏偏别有韵味 令人叹为观止 是天底下首屈一指的拳法宗师 只是不论他如何叙事锤打长剑 仍是没能挡下那柄长剑的云速前行 最后一拳 林鸭拔地而起 高入云霄 一拳砸下 长剑下边方圆数十丈楼房 尽数坍塌粉碎 性格暴裂的林鸭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疯癫了一般奔跑如雷 去教舞场扛挥一只大顶狠狠砸在那把如铜啊 看他笑话的长剑上 依旧是无功而返 林鸭颓然坐地 目光呆着 随后便是练起宗师 功半雀登场 作为王先知四名徒弟中 岁数最大的一位 功半雀光头 顶有九颗戒八 布披袈裟 却穿道袍 城内扬言此人呢 深具佛家金刚体魄 却附六种道门纸玄秘术 更精通练起玄通 功半雀的手腕也确实让人眼花缭乱 他没有像师弟楼荒 师妹林鸭那般呢 近距离的接触常见 而是站在内城阁楼 每次挥秀就烧去墙壁上一件兵器 结果这五帝城啊 就听了足足三个时辰的中古雷鸣 一些内力雷弱的百姓啊 痛不欲生纷纷逃到城外去避难 功半雀挥动一百零七秀 也带去了一百零七件兵器 十之七八都在撞击中毁掉 最终长线临近阁楼不够二十丈 整座五帝城都觉得恐怕城主亲自出手 除非啊请力而为 否则都挡不下这一剑入阁了 然后极少露面的王贤之大弟子于新郎 站在了那把剑剑 只是当时城头的真实情况 无人亲剑 只有结局浮出水面 以讹传讹 才说出了呀 这于新郎啊 出了一刀 挡下了那不求快反求慢的无理一剑 实则呀 当时这于新郎根本就没带刀 而是截然一身飘落长剑之前 绕着剑慢悠悠 逛荡了一圈又一圈 在飞剑剑尖 相距阁楼不过六丈之时 再次站在长剑之前 闭上眼睛 双指轻轻的压在了剑尖之上 飞凉红枯 草刺斑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古灵的路 我已久一湖 帝王将生寄普通